20块钱哦 太小薄了 我觉得吃完这一顿我要吃土了 今天要来吃一家是我历史以来吃过的 最贵的肠份 它这个龙虾一份就是100块钱 然后加鲍鱼就是20块钱 我太吃了吗? 我太吃了 太多了 太多了 你今天要吃吧 你这个项目就是白鸭吧 项目就是白鸭 吃空就吃白癢吧? 什么人啊 surprisingly,现在吃到雕 ang欧食了它就 produit 我ar老的鱼也不是 RoNO 你最先用的是知道 我都不太懂 那些新鮮的蒸汁 在2005,000左右 我都不太懂 但是我都不太懂 但是我都不太懂 所以我都不太懂 我都不太懂 我都不太懂 汕桶的茶粉實在是太多了 加上都是大同小圓 所以現在就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小創新 它這個肉質質在的 它吃起來不是那種 放了很久那種 很鬆散的肉 反正比較緊實 Q彈的 反正你們看到也是活的龍翔了 老闆會幫你砍半 砍得一塊一塊的 所以吃起來比較方便 鮑魚的鴿頭給你看一下 嗯 老闆還給你加了麵 嗯 嗯 剛才有說加麵嗎 龍翔是清蒸 然後吃的是原汁原味的 這裡上面淋了一些鹵豬 嗯 你自己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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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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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出來 我拿出來 你拿出來 你拿出來 我拿出來 我拿出來 我们就吃了一样的鸡汁 我们就吃了一样的鸡汁 这不是鸡汁吗 有没有鸡汁吗 我们就吃了一样 我们就吃了一样的鸡汁 这个鸡汁就吃了一样 好饱哦 你们如果是有两三个人来吃的话 也是可以分成两份的 就不至于一整条容 吃完之后 长粉基本上就可以不用吃了 长粉我就不过多的去评价 因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一家 心知所属的长粉店 他们的长粉不保不厚 但是就是吃起来少了那么一点点的韧感 也就是那种传统老式的长粉吧 滑滑的 他很喜欢做成鸡汁啊 本国就是有穿成鸡汁就一点鸡汁 还是蛮喜欢这种稍微带有点创新的长粉店 现在是120块钱一份比较贵 但是从这个味道跟分量上面来说呢 就没有让我特别的失望嘛 想要好恨一把的可以来试一下 不介意戴上我 你是长粉